你确定那不是幻觉啊 杨宇清问 不是 绝对不是 我们四个人都听到了 吴振 吴振是最冷静的 他也听到了 周兰急着说 生怕杨宇清怀疑他的话 杨宇清点了点头 啊 那个石冬在哪 具体的位置可以告诉我吗 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还是记得路的 我可以带你去 不用了 你好好想一想 告诉我路线就好了 杨宇清不想让周兰 再陷入痛苦的回忆中 更不想让他重游恐怖地 没关系了 他们都出事了 只剩下我了 如果真的逃不掉 迟早也是逃不掉的 不如趁这个机会拼一下 而且将往没有路牌 很难找的 你肯帮我 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吧 不过不用担心 我始终相信 这个世界上 没有鬼神存在的 要不 你们那天就逃不了了 鬼还追不上你们几个人吗 这个世上 可怕的不是鬼神 而是有人装神弄鬼 啊 不过今天已经很晚了 不能去了 不如明天吧 早一点 我在老地方等你 怎么样 好 那明天早上七点 杨宇清买单之后 和周兰出了咖啡厅 本想送周兰回家的 但周兰谢绝了 看了看表 已经五点多了 搭车回家 五月二十五日 夜 警局 专案组 已经开始二十四小时值班 许明啊 你那有什么情况吗 宋庭军问 没什么进展 许明摇摇头 还是找不到 游戏版主的信息 只有两个小发现 啊 说来听听 宋庭军来了兴趣 第一 是吴振和孙磊 得到游戏网址的方式 是被发送到 他们电子邮件上的 而且附加了几句话 也就是 游戏主页上的英语 上面说 想要驱除你 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只有寻找到 那可照彻 一切黑暗的光明之时 上帝把他 掩藏在邪恶鬼洞 深处的某个角落 只有坚强勇敢智慧的你 才能让他重现人间 啊 这很平常 许多游戏英语 都有类似的表述 英语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 收到这个网址的邮箱 有不少 但只有吴振 孙磊 和杨倩的邮件里 附带了这个英语 哦 难道杨倩的出事 不是意外啊 宋庭军若有所思 这很难说 因为杨倩 并没有玩这个游戏 另外 就是我发现 这个游戏的玩家并不多 注册的有百来个 真正玩的 却不足三十个 而且 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因为没有人 在游戏论坛上发帖 说完成了这个游戏 更多的人 说这个游戏 毫无玩的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吴振和孙磊 却对这个游戏 这样的痴迷 而且 也只有他们两个 完成了游戏 可是 他们又在完成游戏的同时 莫名其妙地死去 所以你怀疑 游戏版主 根本就是针对 他们做的这个游戏 许明点点头 啊 对了 小李那边怎么样啊 你的猜测 似乎要应验了 杨宇清的身世 但是 有点可疑 他今天 又去了市中兴图书馆 借走了 奇妙地播这本书 而且 他今天下午 匆忙和一个女孩子碰面 但是 根据调查 他没有女朋友 一向很少 和女孩子打交道 哼 那可要好好地监视他了呀 许明笑着说 晚上 杨宇清看奇妙地播 一直到十点多 又伴着妹妹杨山入睡 才回到房中躺下 但她自己却睡不着 她在想 明天 能不能揭开谜底呢 我认为你觉得 她在想 我认为你 能不能揭开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